音乐 诗篇 第十七篇 大卫的祈祷 耶和华呀 求你听闻公义 侧而听我的呼吁 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鬼诈嘴唇的祈祷 愿我的叛语从你面前发出 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 你已经试掩我的心 你在夜间监察我 你熬练我 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论到人的行为 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 不信强暴人的道路 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 我的两脚未曾划跌 神啊 我曾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求你向我侧耳 听我的言语 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 你是那用右手拯救头 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童人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 使我脱离那奇压我的恶人 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 他们的心 被知有包裹 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 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 他们瞪着眼 要把我们推倒在地 他向狮子急要抓食 又向少壮狮子敦服在暗处 叶可怀啊 求你起来 前去迎敌将他打倒 用你的刀救护我命 脱离恶人 脱离恶人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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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